坦白说我不认同刚刚那位台大学生 他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觉得好像除了台大以外 其他都不是都没有才能 我觉得很不认同这种说法 但是对于这一次赖清德的傻逼 我觉得你傻逼理所当然 你就执政党嘛 你不傻逼你就不会选举 但你傻要傻得有脑袋嘛 你傻得要傻得有道理嘛 你第一个你不排富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年代怎么样 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有一些人因为家庭环境 比较比较这个拮据 所以小朋友会努力想要考上公立学校 来省学费 那有些家庭环境比较好的 他就觉得说 我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升学压力 我选择我喜欢念的私立学校 离家里近的 我那个年代 我同学很多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今天如果不排富的话 你你你你储二代去念私立学校 你也给他补助 你说这不是很奇怪 没有大学也一样啊 你储二代念什么学校 你都给他补助 然后再来再讲到高中 我们知道很多私立高中是贵族学校 一年的学费三四十万 那你也给他全免 你只用一个叫做教育平权 大家知道这种私立高中贵族学校 他里面提供的教育资源就不一样 很多私立学校 不但是双语全双语教育 学校里面还有教马术 教体育教什么的 因为就从他的学费里面去出 现在变成政府都帮这些私立贵族学校去提供这些贵族教育 那这是什么呢 当这些贵族学校也拿到政府的这个全额的补助以后 请问一下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他进得去这个贵族学校吗 还是进不去 因为你还是只有贵族才进得去 所以这根本没有教育平权嘛 第一个不排富 第二个私立贵族高中全额补助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 如果你要补助私立高中 那你就要做一件事情 订定他们收费的上限 乃嘉宇 我觉得这当然是会有相关的配套啦 就是大家说对于这些私立大学 或是私立高中将来如何去监督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谁在意的教育平权之外 对于私立大学确实长期来 他只有三成的资源 可是却有七成的学生是就读的 而公立大学刚刚讲 有七成的资源 却只有三成的学生就读 明显在资源的分配上是不平均 所以有很多的年轻学子 包括现在背负学贷的学贷族 就有将近八十万人 那很多人他因为缴不起这个学费 甚至还被强制执行的 其实政府看到的是这一块 如何协助这些弱势者 能够在教育平权的机会上 能够得到这个受教的机会 我觉得是现在政府努力想要去做的 很多其他的国家 包括德国等等的 他们是完全都是免学费的 那台湾这一块是做的比较慢 所以刚刚大家讲说私校的退场机制 或是怎么样去监督说 学生在这些学校里面 能够得到他应有想要学习的这些机会 或是想要学习的课程 这非常重要 刚刚讲说早期像我妈妈 他那个年代 他考上这个景美女中 可是却去念台北商专 他也是耿耿于怀 就是说当时家里的环境 可能逼迫他要提早的去出社会工作等等 确实也有很多弱势的学生 像赖清德赖父 他也是比较贫困家庭出身的 所以他能够感受到说 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 可能因为资源家庭环境的因素 导致他没有办法上比较好的学校 也确实有统计说能够上台大的学生 通常家里的环境都比一般人来得好 这也是事实 这个实际上的统计 所以不因为说他念功利而私利 我们就有差别的在于说 今天有学生说什么念私利学校 都是什么废物或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真的是对这些学生非常不公平的事 郭子回应他一句话 他刚刚举的例子就告诉我们 就是要排富 就是要补助弱势而已 你不可以连富都一起补助下去 乃金 这个台大的学生 这一位学生就是一个人 他就在这个脸书上面去po这样子 呛这个私利废物 这个学生真的很废物 你台大的学生所享有的 你每一分每一毫的钱 来自于我人民的纳税钱 他说你与其想要去补助 这个什么私利的废物69 还不如这个来补助国立大学 像这样子的一个国立大学生 台大的这个学生 我69块6毛9我都不愿意付给你 这是很糟糕的 就是如果说我们花大钱 然后补助这个我们的高等教育 其实培养出来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真是一毛都不值 非常的不值得 可是如果说我们是纯粹 就一个教育的这个立场来讲的话 我是赞成 我是赞成我们的教育是免费的 甚至于说不 不特别在高教的这个部分 不只是说我今天补助这个私利大学生 而是教育是跟一个完全 我们翻转不同的理念 像刚才这个嘉宇讲说 这个德国他都是免费的 可是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国家政策 你如果要朝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政策 去思考的话 我们现在的大学 我觉得砍一半恐怕都不够 就是太多了 而且本来就没有现在又少子化 再加上我们本来就没有必要 每个人都要去念大学 就是那种精英的教育 养成的教育 不应该是从这个普社大学 来这个出发 第二个就是高中职的部分 其实刚才这个淑慧讲的 非常的到位 就在于是说 我认为高中职应该免费 可是私立高中应该除外 特别是那些有能力负担 私立高中的 在这种很贵族式的私立高中 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凸显的 但是在大学私校 并没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总统候选人应该要很负责任 提出你的阵线主张 钱花在这个教育的投资 是最值得的 我们今天随便买一个什么 那个美国给我们的武器 动动就几百亿 几百亿 来来大佬有话说 不过刚刚嘉瑜不忘替賴副总 讲很多好话 说他是贫穷出身 換工家庭 你算是忠心 忠心的党人 他有压力 血统存症 以前的功过一笔勾销 但是这问题真的是 从基础上去讨论 而不是你賴清德从小贫穷 为什么到现在才想到 我嘉瑜也很穷 我们嘉一辈子都没缴过守着税 但是我从小就想到这个穷的问题 我们那一辈子 包括王清平院长在内 那很多就不像淑慧讲的 淑慧说有钱人就轻松一点 没有压力 今天宿利学校也没有也没关系 不是啊 我们那一代的比较穷的人 就填志愿的时候所有的私立的都没填啊 都没填啊 要念工艺 刚刚就是这样说 他都填什么 他们填工业学校商业学校 大部分是去念师范学校 念了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很用功很认真很乖很听话 然后就变成国民党后来提拔的时候 是吹台琴 你的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所以就是国民党 比较老实的原因 我我我赞成 私立公立大学学费要要拉平 是 让他平庸化也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全台的教高 人家都平庸化 应该要有些 比如说前百分之五的 他们念的东西 要让他能够非常的卓越 那个时候那笔钱是怎么来的 你叫学生出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学生毕业以后 他们的薪损是人家的几倍 可以赚回来 对